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您家裡的茶有多少種啊 真的是蠻多的 超過幾十種都有 是 這真的非常壯觀 這個要快進快出 因為它不是緊壓茶 它不是球上型的 太濃怕你受不了 大家好 我是Elly 歡迎來到愛莉聊天室 每一個人的喜好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來到林小姐家 看看她的喜好是什麼 那如果您喜歡我們的視頻 也希望您點贊 訂閱 開啟小鈴鐺 今天很高興你讓我們來參觀 您的收藏真的是壯觀 我從來沒有看過那麼多茶餅 那麼多茶壺 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那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會有這種嗜好 收集那麼多東西 這也花了很多錢吧 都不便宜的耶 OK 這個是在我從年輕的時候 其實就蠻喜歡喝茶的 然後慢慢先認識茶之後呢 剛開始只是單純喜歡它的味道 慢慢地會去再看到很多很漂亮的器皿 然後去配合它的時候發現 那個效果跟那種感覺很美 像畫一樣 就像書法 就像畫一樣 對我來說 所以就慢慢地把它加入在我的生活當中 然後從單純的喜歡到變成 已經是跟我的生活結合 結合為一體 不能沒有茶 可以不吃飯 不能不喝茶 吃飯為了要喝茶 這些都是看到慢慢去收集 然後去認識不同的泥料 然後才知道說不同的茶 事實上我們需要跟煮東西一樣 不同的食材需要不同的鍋具 意思是一樣才能發揮它最好的滋味跟原料 否則就浪費了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您家裡的茶有多少種啊 真的是蠻多的 超過幾十種都有 是 這真的非常壯觀 那一般都有什麼生茶 熟茶 這個是怎麼樣去分呢 OK 這樣我們現在以大類來分的話 如果是以烏龍茶系的話 屬於清茶類的 OK 它的烘焙上 其實有人清烘 有人烏龍茶也可以做成縱紅 就好像你青菜你可以沙拉 你可以汆燙 你可以去蒸 對 它的熟程度 你從茶的顏色 你看它這個是 你看它是青黃青黃 這一定是青紅的 不會去好像我們 我們去煮東西煮很熟那種 你看 那你聞它 好香啊 因為青紅的東西的話 你在 它清香是在的 你高溫再繼續去炒它 去熔你它的話 它轉化出來的又不一樣 它的花香會先不見 它會從很清爽的味道 然後開始花香那些會散發出來 然後慢慢你高溫一直弄弄 弄到後面那個蜜香會出來 然後再來是糖化 焦糖香會出來 普通我們一般喝什麼高山茶 是怎麼樣去選糊呢 OK 如果是我們會分那個是 清烘的還是重烘焙的或清烘焙的 你是清烘焙的話 我們就希望那個糊呢 不要去奪它的香 我們要喝它的就是它的那個 Fresh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會選燒結度比較高的 燒結度就是溫度高的話 它的那個磁化心跟波化度就會高 所以等於就像砂鍋它有縫 它會吸你的味道 那它不會 就像這種如果是磁氣淘氣的話 它裡面都已經上了釉 所以事實上它已經沒有什麼洞 讓你去吸它的香氣 所以像這種的話 就蠻適合泡高香型的茶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 那麼多不同的茶壺 可不可以稍微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有什麼不同 什麼樣的茶葉適合用什麼樣的茶壺 OK 首先我們先看這個好了 它是屬於陶瓷 陶瓷的它去燒結的時候 它的溫度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做了一些金屬的那些 變成都有金屬化出來了 很美的一支壺 而且它的形狀是高的 很適合泡球狀型的 半球型的那個茶 因為它有伸展的風景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紙紗壺 所以它在聚香上也是蠻好的 所以我如果喝高山茶的時候 我會選擇它 這支它是老鹽泥 一般老鹽泥呢 它有軟化水質的作用 也是比較不容易聚香 因為它比較適合喝熟茶之類 但這支很特別就是 它燒了六次 所謂的六次燒結 溫度越高燒的次數越多 會讓它的孔越細越密 所以它也是適合泡台灣 聚香型的茶都OK的 所以這一支是比較特別的 然後我們講到紫砂壺之類的 這一支就是紫砂壺裡面分類的 在紅泥類之類的 這個是豬泥 豬泥也是適合泡香氣的茶 像生姆都蠻好的 其實台灣茶也是OK的 只要它的型OK 茶葉上就看一下 不要太小 那它這一支的容量OK的 所以它的造型什麼 都蠻適合泡生姆的 那像這種茶壺 一壺大概可以有多少杯的茶出來 可以倒幾杯 這個容量是200多的 扣掉茶葉差不多四個人喝是沒問題的 但這支是 也是紫砂壺類裡面的所謂的斷泥 它是一個共生礦 那相對的 它也是適合泡生譜蠻好的 我也很喜歡幾乎常常在用它 很癢 對這一支弧形叫住廚 就是那古代的房子下面那個 Foundation 那個支撐 那個木頭 它就仿那種的 這個好像一個水果的造型是不是 它是紅棗 對 好可愛的紅棗 對 這樣一講 對 它是紅棗 然後你看它也是高高 它也是紫泥類裡面的斷泥 然後這是手工捏的 它捏得很像 就是所謂的仿生糊 就是它在仿那些物品的東西 但我有朋友說它像百香果 有人說像蘋果 都像 對很可愛 我很喜歡它 你說什麼就像什麼 它真的是紅棗 而且是我看到做棗 裡面它算捏得很好的 你這個人做得很好 然後這一支呢 就是紫砂糊類裡面的紫泥 你看到有時候紫泥 會覺得說我家紫泥 顏色怎麼跟你不一樣 有時候是褐色的 有時候你看這有點紫羅蘭 它們也是燒結溫度不同 所以會產生不同的溫度 OK 然後這種是小小的 然後這個是適合泡那個 手朴類的或者紅茶類 因為它不需要什麼香氣 它要的是硬 那我們談了這些茶壺 還有茶葉 那是不是泡臉茶 讓我品嘗品嘗呢 OK 來我來熱水 好 那這個壺是幹什麼的 OK 這個壺是一個老年年壺壺 是我把一般喝的水 然後放在裡面養水 然後去一點 它會去雜子 它會吸雜子 把它洗乾淨 這之前在水龍頭 已經先用冷水 那些熱水都洗乾淨了 現在我們正式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很燙的水 但是如果 你很久沒有用這個壺 千萬不要直接熱水下去 會裂掉 對先去水龍頭 冷水慢慢變 熱水沖完之後 我們再正式泡 對我們也可以放這邊 我們也可以放這邊 放這邊 哇這那麼講究 什麼東西都有東西配的 這是茶漬 對那我們稍微 好溫 嗯 然後它這樣子等一下就容易泡開 然後也不容易洗一下 剛才是我們洗一下那個茶葉 我們水也可以不用倒到滿 因為不然就要一起燒水 這就是所謂的第一泡不要喝 嗯哼 那不是很可惜嗎 還好你水不要放太多就好 但是你先用熱的像一下 你汆燙一下再炒東西的話 就快熟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它是等一下施放的時候 就會快一點 然後味道會比較好 然後這種可以高沖的問題 不是所有的茶都是高沖的 然後它是因為球形的 所以裡外希望受熱 髒得快一點 所以裡外溫度讓它一樣 但是也不是所有茶都要另外回到 這樣可以幫助它裡外溫度 盡量接近 然後它裡面髒得快 像這種球狀型的茶 一般我會用到100度 那像剛才你是用高沖 高沖跟舊著糊倒水進去 高沖的香氣會比較香 OK 你就可以這樣看一下它的 看一下它的顏色 還有看每個人 有的人 琥珀色 好漂亮 有的人他不喜歡喝太濃 或濃淡之類其實是看個人 這個叫公道杯 這個杯 對 我們這樣分的話 每一杯 每一杯的大家喝到的味道都是一樣 否則你這樣子最後一個人會很色 在底是這個色 然後弄完之後一定要打開 你看我剛剛放的茶葉 你要看剛剛好沒有頂出來 是 你看就剛剛好沒頂出來 所以你要給它一個 一個嫩去讓它有宣宅的空間 然後我們就 好今天就學到了 這叫公道杯 每個人喝的茶味道 都是一樣的 聞香是一個很高級的享受 所以一定聞香 我們剛才喝完了台灣高山茶 那下一個您在泡什麼東西給我們喝呢 OK 接下來就是我還蠻喜歡的這個 雲南的大葉種的生譜 OK 然後一樣 我們先溫湖 那這個叫什麼 茶折 原折的折 茶折 嗯哼 你用手就 不然有人就 就 盡量不要弄斷茶葉 不然它會色 來 我們就先把它弄軟 啊下去了 一泡記得嗎 嗯 我們就一泡都快沖 不同味道 嗯 這是雲南大葉種 所以 它的內含物非常的重 所以也很耐泡 對這個味道比較重 對 沒水 沒水了是不是 對 沒水了 所以這個要快沖 快進快出 因為它不是緊壓茶 它不是那個球 球方形的 是 就太濃怕你受不了 對 裡面一樣不能流 所以我們 就可以倒在別的杯子 那這個我們的茶 我們公道杯就先打來 一個這樣子 一個就放在別的杯子 就是 它工藝很乾 做得很好 然後我們自己 先打一個這樣子 一個就放在別的杯子 對 就是 就是 按 就是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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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湾高山茶 那你在喝这个云南大叶种的生辅 他也跟他蛮类似的 你觉得呢 你觉得有什么 我是老土 那我还是觉得我喜欢高山茶 你喜欢那个味道的 对 那个甘甜 很直接 它的香甜是很直接 所以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对 所以刚才像你讲的 不要有比较 对 给我喝什么 我就喝什么 吸引人的接受 对 都是大自然的抗争 都是大自然的抗争 我刚才在你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宝贝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茶饼 就是云南坡的生茶饼 这是七子饼 它有七个茶饼 固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那个猪叶 荷叶还是猪叶 哦猪叶把它 对对包起来 然后就是防潮 然后防虫那些 然后慢慢让它盛化 这是标准饼的尺寸 357克一饼 蛮重的 那这是多少克啊 差不多快两公斤 都不到三公斤 透透 Q版的 是是是好可爱 它也是七饼 就是仿它的 然后外出的时候方便 就一片一片就不用翘茶了 这好可爱 是然后还看到 你们看 这个竹篮 好可爱好Q啊 对对这是一提一提 就是这里面的 假装很大方 我送你一提茶 其实是Q版的 不是这一提茶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 奶油块的 这个啊 的这个container 然后放 一两一两泡 比较比较特殊的茶 比较特别少有的茶 所以我把它做成这样 不喝它就是留着欣赏这样子 哦 对我自己 我就自己弄的 就是这样子 你从什么时候 喜欢开始喝茶 学这些 关于 关于茶艺的这方面 其实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喜欢了 茶艺馆那时候 刚盛行的时候 我那时候 只要有时间 就泡在里面 跟好朋友 对跟同事啊什么 就下班 很喜欢 很久了 对非常喜欢 那你喝茶 这些收集 对你人生的感悟 可不可以谈一谈 OK 其实刚开始 茶对我来讲 只是喜欢它的香 喜欢它的口感而已 慢慢的 当我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 我发现 自己本身一种个性 就是比较执着 就认准一种味道 就是要那个味道 当这边找不到的时候 就很难受 不愿意 就不愿意再接受别的 怎样都不愿意 就后来发现 那种感觉很痛苦 后来就告诉自己 已经在这边了 那么那以后怎么办 后来才试着 去想说 是不是这世界上 还有我喜欢别种的味道 所以我再开始去 寻找不同的茶 所以慢慢慢慢的 把心胸也慢慢扩张 然后去接受不一样 以前不愿意接受的事情 对 然后到慢慢去了解 茶的源头 然后它整个过程 然后所以现在茶 对我来讲 不是一片叶子的问题了 它几乎在每天 我先忙完事情的时候 然后要泡茶的时候 在选茶的时候 都非常开心 我觉得很幸福 就是我有很多茶 然后我可以想 我今天要选什么茶喝呢 那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开心 跟小孩子一样 对就来选 我要今天选 像选玩具一样 对好像选肺一样 好开心 真的很开心 而且当泡好了水对了 然后喝下去的时候 我会感觉 后来也会蛮觉得 蛮感恩的 因为知道气候变化 已经越来越糟了 然后这些茶都是 那么高山的地方 才站下来的 对而且是要经过 很多气候的无常 它勇敢的活了下来 不是每个都可以活下来 在经由这些茶 能有这种所谓的 自然的搬运工 帮我们去采节下来 然后遇到好的 有经验好的茶商 没有去乱添加 或什么去混茶 什么之类的 然后帮我们千里 飘洋过海 可以到我们手中 所以它贵 有它贵的道理 而且太珍贵了 我对它等于是 真的是一种幸福感恩 现在以前觉得说 它是个茶叶 对我来讲 它每一根都是生命 所以非常感恩它 所以这些茶都是你的一种陪伴 对 而且是灵魂伴侣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你 让我们来参观你的收藏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像你刚才介绍了 从一个树叶 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是从高山那些工人 然后在搬运 或者到茶厂 他们怎么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然后飘洋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 祈福感恩我们现在 所拥有的一切一切 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大家 如果你有什么想让我们分享的 也欢迎给我们来电 或者在下面留下您的感悟 我的正业是 红兰卡的保险专业经纪 如果你有需要红兰卡的话 也欢迎给我电话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希望你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你买茶试茶的时候 你就必须用它 否则你帮它加了分 里面运好 可是你泡的时候 那不是它真正的原来的味道 所以试茶买茶的时候 一定要就要用真的 不能帮它加分 所以你是行家 那像我们的话 就是随便抓了一个 就认为说贵的就是好的 不一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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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